《风神》上映后,会议最大的当属激发的扮演者于世,一夜之间从小透明变成了有代表作的新人演员。 由于外表帅气,于世因此拥有了不少粉丝,还被于记爆出了恋情。 8月8日晚,于世在看完电影《热烈》后与朋友聚会,顺带还曝光了恋情。 当晚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一位红帽女子,聚会结束后,于世和该女生一起上车回家,两人的相处十分和谐,疑似同居。 而且两人住的小区属于夫人区,一套房子价值一亿,不管是买的还是租的,只能说这年头的明星都颇有家底啊。 其实这也没啥,于世今年27岁,谈个恋爱再正常不过了,让网友惊讶的点不在他谈恋爱,而是他跟张雨起分手了。 作为内地肖亚轩,张雨起在跟李炳熙分手后就没再官宣过恋情,但其实在分手后,他跟于世之间还传出过绯闻。 去年5月,于稷刘大锤曾经曝光过张雨起的新恋情,张雨起被拍到跟某位小鲜肉一起旅行,两人相处融洽,还有搂肩搂腰等亲密动作。 这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,因为小鲜肉实在是太糊了,大家都不认识。 而张雨起被报恋情也不稀奇,又过了几个月,有网友爆出该小鲜肉就是于世,还直接爱特了南方,吃瓜群众才知道原来他叫于世。 直到风神播出后,大家才惊讶发现,原来就是你小子,两人男帅女美,男未婚女未嫁,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啥大不了的。 有问题的是于世被爆出丑闻。